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特朗普今年胜利连任 2024年的总统选举也就没有什么悬念了 但是一向口无遮拦 无所顾忌的特朗普如此苦心栽培小特 为什么不敢把儿子放在海报中间的C位呢 其实这样的安排实属用心良苦 是要确保未来12年执政掌权的战略铺垫 新闻今天就来通过不同别人的新闻视角 深入简明的剖析一下 首先共和党党代会上 面对台下高呼再来四年的汹涌支持者们 特朗普半开玩笑的表示 他们应该喊再来12年 因为这样才能让批评者们发疯 大嘴巴的特朗普这么说 明显不只是随口而说 无心之过 因为两个重磅级的明日之星已经冉冉升起 美国未来的12年注定会成为这三个人的大舞台 第二 民主党人这样形容特朗普的儿子 说小特朗普继承了父亲黑暗的一面 形容他年轻而具有腐蚀性 更善于火上浇油 共和党人则称赞他有着一种散发光芒的特质 能够瞬间点燃一个房间 这种两节化的评价 正是小特朗普毫不中庸 毫不掩饰的特性符号 他绝对具有将美国深度撕裂的破坏力 同样 在党代会上 正是这个宝贝儿子 识破今天的喊出了 北京拜登 这种攻击性的词汇 比老爸的瞌睡桥 磁顿桥很辣百倍 因为种族疫情等问题是特朗普严重十分落后的软肋 只有在经济和国安方面才是拉票的重点 于是霸气张扬的小特朗普干脆就把中国和拜登捆绑在一起销售 立马就能抓牢美国人的紧张神经 所以就算任性如特朗普也实在不敢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实在是一出没有最疯狂只有更疯狂的精彩戏码 第三重点来了 在首日海报中卡C位的正是未来总统的大热人选 尼基海利 她作为一个形象出众 口才惊人 屡历不凡 六年州长的少数族裔女性 已经是光环遍体了 结果她还情商过人 之所进退 一直跟毁育参半的大嘴巴总统保持相当的距离 特别难得的是 她的爱国已经到了骨子里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就是 她永不离身的项链 就是她所深爱的南卡州的旗帜 她从不煽情自己如何如何爱国 因为爱国就是她形影不离的陪伴 就是她生活中的组成 海利是个信仰虔诚的基督徒 思想的保守和价值观的忠诚 也促使她时常站在反共的最前线 成为极具亲和魅力 却又有极大杀伤力的保守派代表人物 两年的联大代表更让她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人物 当年的风头几乎盖过了总统 今年48岁的海利 还在4月份就发起过一项停止共产中国的请愿活动 敦促国会调查中国疫情 打击共产主义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特朗普果然在其第二任期施政纲领中 最终把海利奔走四个月的呼吁 写进了党纲 让中国为传播新冠病毒负起全责 有鉴于此 投桃报李的海利也放下了距离和身段 在首场党代会中压轴出场不吝赞美 情感丰富且极具煽动性的为特朗普站台 可谓闪爆全场气压小特朗普 我感觉这三个人当中特朗普仿佛是一个领跑者 接棒的人一个是他的亲生儿子 但小特朗普和老爸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骂着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损则永不翻身 而共和党人即便因为口无遮拦的任性特朗普 失去了未来四年的总统宝座 但尼基海利完全有能力挑起共和党的大梁 必将成为下届总统大选的大热无疑 因为他已经熟练的把握到了主流民意的脉搏 女性 种族 经济 国安和强硬 他几乎在各色政治光谱中都占尽了上风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您看好美国未来的12年 欢迎在评论区中打入一字 如果您觉得美国人民苦日子还在后面 可以打入二字 同样 新闻也特别欢迎您发表高见 多多赐教 我说百年一出特朗普 万国褒贬论臣服 三人同台唱今朝 风雨无邪 重上路 2020年8月25号 李新闻与您一道诗和远方 如果您已经点赞 您就无需考虑点击铃铛 因为新闻每一天天天在眼前 如果您已经评论 您就无需考虑点赞支持 因为评论每个字 字字是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